盼盼呀 你脸上的红斑很快就会退去了 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是啊妈妈 这些吃的不仅闻着香 而且我都没见过呢 妈妈要为咱们家的农家乐 做些特色的新菜品 这样才能招待好客人了呀 那这些菜都叫什么名字呢 盼盼你看这个叫做肠粉 这个是烤乳鸽 这个是生蚝 还有炒米粉和猪脚饭 妈妈还会再做些其他的好吃的 妈妈你快给我吃吧 我都馋坏了 这么多菜 你们俩怎么能吃完呀 再去叫些人来试吃吧 那我去把小妮姐姐他们叫来一起试吃吧 当然好呀 让你的小伙伴们多给妈妈提些意见 小妮姐姐 大壮哥 二宝哥 妈妈做了好多的新菜品 我邀请你们来我们家品尝吧 是啊 都是些咱们之前没吃过的菜 闻着很香的 盼盼那当然好呀 我的嘟嘟都被你们说的叫开了 杨阳那今后我们是不是就能经常去你家蹭饭呢 蹭饭就不必来了 要是花钱吃饭 我会随时欢迎你们来的 瞧你那抠嗽的样子 好像我们能把你家吃垮一样 我是和你们开玩笑的了 这次只是请你们来试吃的 等过几天正式营业了 还会再请你们吃一次的 没错的 等到正式营业了 我也会把天赐哥和西西他们也叫来的 到时候咱们就可以一起玩了 谁说我们想跟那个天赐一起玩了 我看到他就沸腾 大壮哥 二宝哥 天赐哥 和西西人很好的 他们也帮了盼盼很多忙的 你们为什么不喜欢他们呀 是啊 哥哥 人家好不容易从城里来找咱们玩 你们要对他们热情一些的 我看到他富家公子的样子 就浑身难受 不谈他了 咱们还是快去吃好吃的吧 沈子你做的这些新菜品可真好吃呀 是啊妈妈 我也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菜呢 既然好吃 你们就多吃一些吧 也要给沈子多提一些意见的 沈子你做的菜这么好吃 一定会有很多客人来农家乐吃饭了 谢谢你们这么认可沈子做的菜 今后你们放学了 可以随时来农家乐吃饭的 妈妈等盼盼上学了 我会叫我的同学们也来咱们家吃饭的 好好好 妈妈也会好好招待你的同学们 等到了九月份 盼盼就能去上学了 沈子我到时候也能和盼盼一起去学校了 没错的小妮 你要是能和盼盼分到同一个班级里 那你们俩还能每天形影不离的在一起 此刻盼盼和小妮也开始憧憬 学校多姿多彩的生活 阿中咱们的农家乐 明天就要正式营业了 我现在都紧张开了 希望能招待好所有的亲戚朋友 咱们的亲朋好友我都通知他们了 明天他们也都会出时间来的 但这农家乐开业了 咱们的鱼塘和甜粒就没精力去照看了 陈叔叔 其实您可以把鱼塘和农田都转包出去 找别人来帮着经营 让他们把每年的利润分给你一些就可以了 这样你和沈子就有精力来照看农家乐和服装厂了 冬年你讲的沈子明白了 这就是你所说的股份制吧 我们把农田和鱼塘的股份分给别人一些 让他们来帮着经营就可以了 沈子您可以这么理解的 你们将来可能会涉及更多的行业 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亲力亲为的 要把一些体力活交给别人去做 你们只要负责将他们管理好就可以了 冬年难怪周兄说你有经商头脑 你讲的方法真是太对了 我会尽快把鱼塘和农田都转包给合适的人 第二天在喜庆的鞭炮声中 中越农家乐也正式营业了 陈家人也迎来了他们亲朋好友的到来 即便是当初和陈家有些许矛盾的几位村民 他们也都纷纷送来了祝贺 赖子咱们才进去管了半年多 这陈家怎么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我也不清楚呀 你看他们家门口还停了那么多的豪车 肯定都是些有钱的朋友 我听说咱们村里要建服装厂了 这场子还有陈家的股份呢 他们家一定是有贵人帮忙的 不然就凭陈仲一个壮家憨 不可能这么快就富裕起来的 要不咱们再给他们家找些麻烦 让他们的农家乐和服装厂都不能正常营业 肥仔你难道还想再被管进去吗 现在已经不是鲁莽的时代了 咱们也要靠头脑来赚钱的 一定要超越陈仲他们 行吧 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肥仔我还没有想好 但在这寸里咱们肯定是发展不起来的 咱们要去城里寻找机会 大家都先静一静 今天可是中越农家乐正式营业的一天 咱们也要感谢他们夫妻二人请大家来吃饭 沉重他们夫妻俩 可是咱们村敢为人先的大能人 作为民和村的村民 大家也要多向他们夫妻二人学习 要把咱们村里的经济搞上去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和大家讲 咱们村建服装厂的用地审批已经通过了 今后大家就不用外出打工了 留在村里也可以增加收入了 既然用地的审批通过了 我明天就会安排施工队来村里做前期的准备工作 真是太感谢周先生能来我们村投资建厂 也要感谢沉重夫妇 给咱们村引进了这么好的投资商 阿忠呢 你也来给大家讲几句吧 村长你已经讲得很好了 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呀 你们的农家乐台业 你总要讲几句 在大家期盼的目光中 夫妻二人也讲出了他们的心声 还是要感谢大家能来为我们的农家乐捧场 我们夫妻二人也没有多大的能耐 只是他是肯干一些 多亏了这么多贵人的乡住 我们家的日子才能好起来 没错的 咱们都是相礼相亲的 虽然我们家的生活好起来了 但我们也不是吃独食的人 有好的赚钱方法 我们也都会和大家讲的 咱们要把村里的经济搞起来 实现共同富裕 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农家乐吃好喝好 给我们多提些宝贵的意见 夫妻二人的致辞 虽然没有华丽的言语 但发自内心的表达 也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亲朋好友们也都开始品尝 中越农家乐的美食 天赐哥兮兮 你们可要多吃一些呀 这些都是我们农家乐的特色菜 盼盼我们已经吃了好多了 这比城里的饭店做的都好吃呢 是呀羊羊哥盼盼 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菜呢 喜喜好吃 你们就多吃一些 今后可以随时来我们的农家乐吃的 大壮二宝 你们俩怎么不吃呀 我们俩已经吃过了 太饱了 不想吃了 阿阳选梅 这些都是嫂子新做的菜品 你们可要多给我提意见呀 嫂子这些菜真是太好吃了 有时间我要向你多请教下 只可惜果果和瑞瑞 还不能吃干妈做的菜 果果和瑞瑞已经满月了吧 你们没给孩子办满月酒吗 前些时间不是都在忙赶制订单的事情吗 所以就没给两个孩子办满月宴 不过今天农家乐开业 就当是给两个孩子补办了 此刻刘月连忙掏出两个大红包 给到雪梅 这是给孩子们的红包 希望我的两位干儿子都能茁壮成长 那我就替两个孩子谢谢嫂子了 雪梅你们先吃着 我去给两个孩子做晚长寿面 虽然是补办 但该有的仪式还是要有的 那真是太感谢嫂子了 董叔这次也要感谢您借给我的二百万 我才能顺利地度过这次危机 咱们也都是邻里邻居的 你就不用这么客气了 再说我从你这里也挣到了相应的利息 您给我减免了一半的利息 这也是对我莫大的帮助呀 也多亏了盼盼 咱们这邻居之间才能相识 周先生你的人品很不错 今后在生意方面 咱们还可以再合作的 酒席快结束时 刘月和陈忠也把姑爷爷叫到了一旁 姑爷爷您再给盼盼看看脸上这红班吧 这红班什么时候能退去呀 你们夫妻俩也不用心急 我只能和盼盼讲这件事情 听到姑爷爷的话 夫妻二人也就忙着去招待宾客 盼盼呀 你脸上的红班很快就会退去了 姑太爷爷那真是太好了 盼盼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等红班退去以后 你的预知能力会更加清晰明了的 但也不能频繁地运用你的预知能力 它也会对你的身体产生副作用的 姑太爷爷盼盼知道了 不到关键时刻 盼盼不会用我的预知能力的 宴请完亲朋好友后 中越农家乐也正常对外营业了 但来吃饭的客人却寥寥无几 陈忠也为此愁眉不长 陈叔叔您也不必发愁的 我有个办法 咱们可以尝试下